这段期间大家应该多运动保持健康加强免疫 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促请公众在家运动 为减少人流阻断冠病的传播尽自己的一份力 随着阻断措施收紧并延长 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发布最新文告 促请公众在家运动 myactivesg.com也提供在线课在线课程和居家运动贴士 如果要到户外运动只能够一个人并且在自己的邻里 在户外运动时也必须戴上口罩 做剧烈运动比如说跑步、骑脚车和爬山的时候 可以暂时把口罩摘下 但其他运动比如步行和休闲散步时 还是必须戴着口罩 初犯罚款是300元 重犯将面对更高的罚款或者起诉 配合阻断措施延长所有的体育场和体育设施 也将继续关闭到6月1号